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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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韵 皇太后一旨 孤纯元 沈兰兴应触犯大清律法 被判流放云南 倾此 谢皇太后恩典 是真的吗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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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里面 沈涛 此次一别 送你几句孙先生的话 当作有名 内审中国之情事 外查世界之潮流 兼收众常 亦以兴创 你要 以拯救中国为己任 任中道远 我明白 一路顺风 好 再见 今天那个舞会 还挺不错的 我以后经常陪你来玩 好吗 上车吧 谢谢 走啊 传明 写什么呢 员公子让我写一首劝兵歌 要求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让士兵们传唱 从天津兵新军营回来 你是更忙碌了啊 你也没闲着 一直见不着任尹 潇潇到京城来了 我会讲 帮我为君子的东西 你不想让我写着 我 可以 你不想让我写着 我 你不想让你写着 我 你不想让我写着 你 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 老板 你要住店啊 我想问一下 你这儿有没有住着叫丁潇潇的客人 好 我帮你查一下 有 是有一个叫丁潇潇的女子 对 昨天刚住进来的 就在后面第二间 谢谢 晓晓 表哥 我找了你好久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京城了 有人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来了之后都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是来找魏公子的 表哥你不是跟我说过 他到京城安排好之后就会来接我的吗 可是为什么我等了那么长时间 可是他连最起码的一封信都没见过 他都没有给我 表哥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晓晓 你就别想着那个人了 你是知道的 他魏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 就算他今天把你接到京城来了 他也不会好好对你 也不会给你一个名分的对不对 你别犯傻了 我怀孕了 我坏了他的孩子 传明 你干的好事 我干什么好事了 晓晓怀孕了 你别吓唬我 我吓你 你自己去看他现在的样子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这事你干的你要我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你把他娶了 不可能 我已经跟银行家的女儿白小姐求婚了 婚期都已经定了 混蛋你 陆传明 你不要一副盗王按人的样子 当初我跟你表妹发生的事情 还不是你拉的皮条 要说造孽也有你一半 你脱不了干系 说到天边 我不过是睡了一个小家碧玉 你呢 把自己的表妹都拿出来买官进决 你才不是东西呢 现在事发了 我们俩就是绑在一起的蚂蚱 这忙你是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传明 你还是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事情我不可以出命 帮我打理一下吧 怎么打理 这事 使得说服她也好 用技也好 先让她把孩子给打了 晓晓 晓晓 表哥 有没有找到魏公子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喜事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表哥倒是有个想法 你说 把孩子拿掉 不 不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一个小生人 我不能随随便便地 去把她打掉 你又没想过这孩子是魏公子的 你又没想过这孩子是魏公子的 是他造的你也留下的种 不管怎么 你是先找到他再说 那又是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你就等着多很一天天大起来 小夏不管怎么办 你现在是一个未出口的女孩子 这种事要是让别人知道你脸还往哪摆 我早就没能见人 更不怕被人收散盗死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找到他再做道歉吧 侍然你这么坚持 那表哥也不强求你 这样吧 你是你本来不好 现在又怀了孩子 我认识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明天就带你做个例行检查 就算是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给 谢谢 来 请进去吧 进去吧 过去 死了 过去 准备写术啊 手术 什么手术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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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了 他不肯做了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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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لث 小强 小强 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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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所有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 把他卖了 是人吗 既然敢说出这么丧心密狂的话 我可以一所了知 你呢 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 如果不把他给卖了 他醒过来肯定闹翻了 恨你骗了他 把事情撂到你一个人头上 到时候你怎么向他家人交代 你怎么向他父母交代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肯定闹了 你不想起来 我肯定闹了 你不想起来 我肯定闹了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谢谢 快走吧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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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累了吧 没事 都给我勤快点 快快 走开 走开 赵公 赵公公 你怎么也在这儿 春莹 安心 你没被刘放来这儿了 是啊 别吵了 你不懂这儿的规矩吗 不许乱说话 不许乱走动 小孩鞭子 叫活去 统领 佩子东 怎么是你啊 认不出我吧 认不出来了 这么久不见 你的变化太大了 怎么连辫子都没了 来 坐坐坐 怎么 想不到是我吧 真想不到是你啊 有人给我送了一封信 这信上就写了万福楼三个字 我就过来了 这万万没想到 是你小子 通理啊 你还在皇宫护军营吗 还在啊 你呢 我逃离皇宫以后 东西闯荡 南北漂游 做了些事 赚了些钱 赚了一圈 又到京城了 那你到京城来干什么 看看老朋友了 还有 我想找兰心 兰心 兰心和纯元 都被发配到云南去了 你不知道吗 他们犯了什么事了 要发配到云南 听说是为了真妃和一些乱党分子 受到牵连 你也知道了 这宫里的事谁也说不清 为了点小事 就会惹来沙山之祸的 不行 我要去找他 对不起 统领 我先走了 赶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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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山之祸 赶索东 怎么会到云南去 你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儿童领告诉我的 这事千真万确 我要去找本人 你别急 我陪你一起去 我现在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出发 好 等我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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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姐 有没有暖一点 姐 小夕 你这样不行的 可是这种地方哪有药啊 我知道 豹子爷那边有 豹子爷有药 嗯 谢谢啊 豹子爷 我刚去找您 我姐姐病得厉害 发烧发得很严重 我想给您拿点药 好吧 待会儿我叫人给您把药送来 谢谢豹子爷 对了 安心 我那儿有间砖房 你和你姐搬过去住吧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能搬吗 不着急 等收拾好了你们再过去 太谢谢您了 谢谢 请 先生 您 Butter 您是知道我要来 所以四脑 我要出远门 没空理你 你可以不理我 可是这儿有人 你不能不理 监狸 事长 是女性你不过来 我来是女性你不过来的 就是女性你不过来 袁公子 事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查明 你现在变得很神气嘛 袁公子 你这么晚来找我 是不是有事情 查明啊 你上次写的劝兵歌 在保定新军广为流传 军心大振呢 家父十分赏识 不过家父想让你写一篇 治国平乱的好文章 你可否有这个文采啊 多谢袁公子赏识 那好 我也帮你找了几个帮手 我们找个秘密的地方 日夜奸写 可是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您看到我要出趟远了 说到底你这个人 就是不识抬举 这样的好事 还轮不到我头上呢 你居然还摆臭架子 既然传明有事 我也不再勉强 我去 那好 车马就在门口 走吧 我去 我看错了 驾 快 吓死你了 来 给我给我给我 在哪儿去了啊 安心 跟我去给你姐姐拿药 进去吧 药就在我屋里 安心 你先坐会儿 我去帮你姐姐拿点药 谢谢豹子爷 豹子爷 你这是干什么 安心 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喜欢上你 安心 你就跟了我吧 不 不 不 放开我 你就跟着我吧 安心 安心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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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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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 快点 山光就要爆发了 我们快去找你姐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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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 Sedanim 你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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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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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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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溪 姐 蓝溪 姐 你怎么样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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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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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吧 我记得大洪水的时候 我的脑袋被树根撞了一下 大从那以后 这时不时有些头疼 姐 会不会上次 把头撞伤了 你们不用担心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应该就没事了 蓝星啊 你绣的玫瑰花像真的有了 我好像都闻到花香了 你们中原的刺绣 真的比我们惊喜的多了 阿妈 你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你们的刺绣 不光是模仿了它的逼真性 最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了你们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这才是最高情节 不是吗 你说得真好 蓝星 你看你多讨阿妈的喜欢 阿妈呀 恨不得收你做女儿呢 蓝星 你愿意吗 阿妈 我怕您会嫌弃我 我怕不得有你这样的好女儿 你比阿果强十倍呢 阿妈 又笑我了 蓝星 你看 这赤石的颜色果然是耐久不退 看来呀 我们还真是因祸得福呢 姐 今天什么日子 你要我洗这么多菜 明天就是咱们汉人要过的元宵节 明天是元宵节了 是啊 我都不记得了 往年元宵啊 咱们都是要吃汤圆的 只是 在这儿 也就只能将就了 但是呢 这习俗可不能免 借给你呀 做几个野菜园子尝尝 我还记得以前的元宵节 我们猜灯迷 舞狮子 还有通宵达丹的爆竹 蓝星 该学的秀义 咱们也学得差不多了 孤家的人 总归是要回到孤家的 这是娘对我的临终嘱托 我 姐该带你回去了 姐 我也很想家 很想回去 可是毕竟已经二十多年了 如果传明知道 自己不是郭家的亲生儿子 他一定会很伤心 你真是什么都替他着想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年 孤家又是怎么带你的 你朝思暮想的传明 他有给过你之言片语吗 姐 这也不能怪传明 他一个人在外面谋事 挺不容易的 我什么都帮不了他 不想拖累他 更不想因为我的事 让他伤心 让他一下子 接受这个事实真的很难 如果这个时候我去认祖归宗 我担心会伤害到的 我担心会伤害到的 你是太善良了 可是姐已经决定了 既然你应该信我 姐就一定要带你回去 认祖归宗 你要是一天做不了决定 姐就在这儿陪你一天 不管多大的困难 咱们孤家的姐妹 生死与共 姐 1912年的元宵节 是个不平凡的元宵节 困在西南边陲 深山老林里的蓝芯 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 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 中国革命党人 在民族危机深重时刻 走上了政治舞台 1912年元旦 孙中山在南京 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创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宣告了 中国封建地质王朝的覆灭 也迎来了光复中华的 第一个元宵节 程元放着我来吧 还是我来吧 你忙了一天了 也累了 没关系 坐下歇会儿 你怎么了 烫手了吧 没事 没事 卓元 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 没有 没有 你还要骗我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要把自己的委屈 藏到哪一天啊 不是我想要委屈自己 这种塞外边垂的地方 我就是说出自己的病 除了增添你们的烦恼 又能怎么样 可那也得想办法呀 这里缺医少药的 能想什么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添月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我们俩十几岁 从紫禁城到现在 经历了多少坎坷 不都是相扶相掺的 走过来了吗 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吗 姐 姐 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 蓝芹 你姐的眼睛出问题了 川芙 你别胡说 姐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没什么大事 恐怕还是之前在绣坊里 整天对着真眼落下的毛病 可是我前两天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病在身上 急也没用的 敢着急有什么用 我们得想办法 全副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你赶紧带着你姐离开这儿 住安 可非 我已经想清楚了姐 这么多天来 我一直拖累你 不然你早就回家了 我觉得全副歌说得很对 这样耽误下去 你的眼睛一定好不了 所以我们赶快回去 赶快省眼睛 可是 由云贵到江南 毕竟是千里迢迢 我怕 我这样会拖累你 姐 你说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 你怎么照顾我 这么关心我 现在是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你还说拖累我 姐 不管再苦 我都要一直陪着你 蓝星 全副昨晚 就去打听这眼的秘方了 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 淳源 全副歌 这眼病的片方我打听到了 这儿的人有一种叫石耳的来质眼病人 石耳 对 是一种长在深山石头上的东西 有点像木耳 都说石耳能够消炎瞑目了 我现在就去找 你要等我啊 你小心啊 姐姐 我准备点吃的 别全副歌带路上 好 去吧 大叔啊 我向你打听件事啊 你知道那边原先住着从中原发配过来的犯人吗 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前些时候啊 这里有过地震 山洪爆发 冲倒几乎所有的东西 那边原先住着从中原发配过来的犯人吗 不死你淹死冲走的冲走 就是不死也都散光了 都冲到哪个方向去 山洪是从东边冲过来的 那就是往西边去的 我是前串啊 北哥 我 北哥 我是前串 我是前串啊 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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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裴哥 把枪放下 川崖 多少光影流传 爱恨远远的往事 却依然浮现 我用我的情感与思念 修出你的成长 和眷恋 我用青春和荣光辉 修一个百年不变的语言 旧修前程 往事难回首 时修望穿 秋水人依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